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节目是十个童女的故事 是十个童女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婚宴 但是她们不能自己进去 要与新郎一起进去 她们只能在屋子里 屋子外面等候 谁也不知道新郎是什么时候到 她们必须点着灯 随时等候新郎的到来 十个童女其中五个是聪明的 五个是笨拙的 最终这五个笨拙的童女 有没有进入婚宴的门呢 请看小品十个童女的故事 我номicЙ拖 害羞 哈哈哈哈 ! 都没有日子 没有日子 没有日子 fått呀 alk it 受罪了 他怎么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来,让我们在这里傻傻等着 也许是因为我们耳的言辞人吗? 哈!笑吧!笑吧! 怎么可能是因为我们耳的言辞人呢? 就是,就是,也许是我们自身的工作没有做好的 我们还是,擦亮灯,准备油,警醒等候吧 准备油,擦亮灯,只有你们才是傻瓜 就是,小傻瓜 哈哈哈! 还有,快乐快乐,还唱什么歌啊? 对啊! 姐妹们还是听我们一句话 姐妹们,反正别听他们了,反正新郎没来,我们睡吧 对啊!好主意!好主意! 好主意!好主意! 你们的!你们的!我们是我们的! 嗯! 不许! 不许! 如果我们打左了,新郎来了我们会来不及的! 就是! 唉! 好主意! 打左近在他的身边 我住,近在他的身边 新郎来了!我们出来迎接他! 新郎来了!新郎来了!我们快请做席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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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狼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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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狼来了!是新郎来了! 我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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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我们自己都不所有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三个八月的! 这哪里还有游灯啊? 哈哈哈哈 就在公园里有一间邮件 你们赶紧去吧! 好! 那我们赶紧去买! 好! 我们赶紧去买! 看我们我的鞋! 都亮了! 我ironica啦! 真的我们 ahorita icia und saying 我们快去那里吧! 我们快去迎接新郎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好 我们节目结束 亲爱的金兄姊妹们 这小谱是告诉我们 要时刻预备警醒等候主 在生活中要谨慎自守过圣洁的生活 在圣宫上要一己不可懒惰 要常常服侍主 并被圣灵充满无可指摘 才能坦然无惧地迎接主